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哼 我讨厌你 我讨厌他 我讨厌你们大家 哼 我最讨厌你们肉 为什么我的答案就是错的 为什么你们大家都要笑我 那个牛顿坐在树下被掉下来的苹果打到 根本就不是什么定性引力嘛 明明就是因为苹果熟了嘛 这种熟的苹果才会掉下来 你们到底懂不懂啊 人家我阿嬷家的羊桃 树上的羊桃就是这样啊 阿嬷说 从树上掉下来的水果 就是熟了 快吃啊 哼 哼 气死我呀 你们大家都欺负我 我真的生气啊 我就知道大家都笑我 讨厌我 欺负我 就是因为我太厉害了 因为我比他们大家都还要聪明 如果他们都喜欢我 那么站在我旁边 他们看起来就很笨啊 可是 我还是很生气啊 好啊 好 生气 生气 小安姐姐 你来得刚刚好啊 我问你啊 你知不知道牛顿啊 我当然知道啊 牛顿怎么了 牛顿惹你生气了 不是呀 我上期不是为了这个啊 那 要不然呢 刚刚就看到你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今天老师发考卷 有一题老师说我写错了 明明我的答案就是对的啊 嗨哟 你说那么多 我都搞不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啦 别生气 慢慢说齁 那一题就是 牛顿坐在树下 被掉下来的苹果打到 是为什么 我知道啊 是因为有地心引力 所以苹果才会掉下来啊 啊 你怎么跟他们大家都一样啊 不是呀 不是那个什么地心引力啊 啊 那 又不然是什么啊 还有别的答案吗 那个苹果会从树上掉下来 是因为熟了 快吃了嘛 所以才会掉下来啊 你怎么都想到吃的啦 你也笑我 啊 我也不要理你啊 哎哟 到底发生什么事啦 我只是觉得 乌广你的答案最特别 最可爱 没有别的意思啊 你为什么要那么生气嘛 就是因为老师发考卷的时候笑我 然后全部的同学也都笑我 跟你说 你又笑我 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笑我了 这很讨厌耶 我的答案明明就是对的 还要被你们笑 我一定生气的啊 哼 哎哟 你不要生气了啦 生气很不好的哦 嗯 我不相信 你骗我 生气有什么不好 生气啊 会让身体变不好 会生病 会长不高哦 啊 会长不高哦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啊 所以啊 我们都不应该生气 因为生气会让我们老得很快 而且啊 生气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哦 生气还会很恐怖哦 到底为什么会很恐怖呢 很简单啊 我们生气的时候 会让我们口不择言 乱讲话 然后我们就会因为失去理智 说出口的话像刀子一样去伤害别人啊 这样是不是很恐怖 你不要生气了嘛 我觉得 苹果掉到地上 是因为地形引力 这是对的 还有 你说 是因为苹果熟了 两个答案都是对的啊 换个立场想 我觉得老师和同学们会笑你 或许是因为 他们都跟我想的一样 也都觉得你很可爱 才会笑啊 这个啊 跟嘲笑你是不一样的哦 你啊 一定是误会他们了 就跟你误会我是一样的 我误会大家了 大家不是在笑我笨吗 当然不是嘛 只是答案不一样而已 不会因为这样就笑你笨啦 你真的是多想了耶 那你现在有没有开心点啊 嘿嘿 也好一点点啊 小莹姐姐 有时候啊 我真的觉得你很厉害耶 像我本来很生气 你也可以让我很快就不生气 嘿嘿 我跟你说 这是我从一个故事里学来的哦 真的吗 可以告诉我是哪一个故事吗 嗯 好啊 你要认真地听咯 从前啊 有一个自己觉得脾气不好的青年 想要改掉这个坏习惯 于是呢 他到禅寺中请教住持 不料 住持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带着他走进柴房里 突然碰的一声关上门 把他锁在里面 无论青年怎么呼叫 住持都不开门 于是青年气急了 在柴房里乱骂住持一通 但是住持还是不为所动 一个小时过去了 住持来到柴房前 隔着门问青年 你还在生气吗 青年说 不气了 我只气我自己 何必来这边自讨苦吃呢 住持听了摇了摇头说 你连自己都不能原谅了 要怎么原谅别人呢 话一说完 住持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啊 那个住持真的不帮他开门啊 怎么走掉啊 等等别急嘛 我的故事又还没有说完 又过了一个小时 这个住持又来问青年 你还在生气吗 青年说 算了我不气了 因为没有什么好气的啊 住持听了还是摇摇头说 还在想值不值得气 那表示你还在生气嘛 现在放你出来 你的怒气一定会爆发的 说完住持又离开了 再过一个小时 住持又问 你还在生气吗 青年回答 啊 我完全不气了 住持将柴房的门打开 微笑地跟青年说 好了 你可以回家咯 青年叫住了住持说 大师 生气到底是什么啊 住持将手中的一杯水 水洒在地上偏然离去 从此以后啊 每当要动怒 青年便想着住持手中的那杯茶 气也就消了大半哦 奇怪呢 为什么住持把一杯水 撒在地上 那个青年就懂了 嘿嘿 因为住持师傅 将手中的茶水 撒到地上 借此告诉青年生气的道理啊 我们的怒气 就像泼出去的水 覆水难收 更何况 愤怒 常会蒙蔽了我们的理智 可能会导致 无法弥补的悲剧哦 哈哈 原来是这样哦 难怪你都不会常常生气 生气 是谁在生气啊 没有啦 师傅 是小恩姐姐在说一个生气的故事给我听啊 嘿嘿 是啊师傅 我是在跟乌光说 生气有什么不好 让她多了解一下啦 原来是这样啊 生气会变成嗔恨 这可是很不好的 我们在修 戒除嗔恨 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生气 愤怒 可以像吹袭的蜡烛 会暂时蒙蔽人的双眼 而且令人做事违背常理 因此 无法抑制的怒气 容易成为伤害身心置身的本源 然而 生气 愤怒 就如同其他的情绪 是可以控制的 可是 常常都是一下子就很生气 很生气 很不好控制耶 所以啊 我们才要好好修心修行啊 就像从前有一位富有的寡妇 在社交圈内以乐善好施闻名 她有一个忠实又勤劳的女仆 有一天 女仆心血来潮 想探究她主人的慈悲怜悯 是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或者 只是上流富有社会外表下的卫妆而已 所以 有一天早上 女仆一直到快要中午才起床 隔天早上也顾忌重施 女主人非常生气愤怒之下 对女仆施虐并且鞭打她 导致女仆全身伤痕累累 这件事传遍了街坊邻居 富有的寡妇不但生育大迭 而且也失去了一名忠仆 所以你看 生气有多可怕了 哇 真的很可怕 我觉得 比恐怖片和鬼故事还要可怕 我们都看不见自己脸上的表情 所以当我们生气愤怒的时候 只有别人可以看见我们的表情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脸上的表情有多难看 多争鸣恐怖哦 是不是就像说上话的 在地狱里面的那些鬼一样啊 那真的状恐怖啊 嘿嘿嘿 应该差不多哟 哦 那我以后再也不要生气啊 不然我会变好丑好丑啊 嘿嘿 说到要做到哦 嘿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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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开心 法喜充满 让我们一起身体好 来愿意愿 来愿意愿 来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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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油耐扭一扭 敞開雙手深呼吸 又撞到樹了 原來看不到是這麼難過的 小雲姐姐 你在哪裡 我怎麼找不到你 現在你知道看不見得痛苦了吧 你到底躲在哪裡 你當鬼 你要自己抓到我 我才不要告訴你我躲在哪裡 這樣就不好玩了 輸的人要買冰淇淋 我才不要告訴你了 我要把布拿下來 這樣我都看不到 好討厭 你怎麼可以把布拿下來啊 這是作弊 你知道嗎 一點運動家精神都沒有 以後啊 誰還敢跟你玩遊戲啊 不要跟你玩了啦 哎呦 小雲姐姐 你不要生氣嘛 因為我看不到啊 所以我很不舒服 你啊 真不知道該怎麼講你了 好好的玩遊戲 你也可以搞砸哦 唉呦 不跟你說啦 師父來了 師父 哎 怎麼啦 剛剛還聽到你們的嬉鬧聲 怎麼現在變得這麼安靜啊 師父 我們剛剛玩賭媽媽 小雲姐姐在我的眼睛上把人快了布 害我都看不到 還一直撞到耶 我把布拿下來 小雲姐姐就酸氣了 是你自己啦 願賭又不服輸 遊戲比賽都還沒有結束 你怎麼可以把布拿下來嘛 悟光啊 這樣聽下來 就是你的不對了 我沒有不對 哎呦 師父我不懂耶 很少有人 能夠清醒地看到自己的缺點 用有些人的話來說 眼睛是用來看別人的 對自己來說 彷彿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 有也只是無關緊要的小毛病 沒什麼大不了的 曾經 師父我也是這樣的人哦 年輕的時候 我會對身邊的人常常不滿 總認為他們不是這不行就是那不行 總之啊 沒有讓人滿意的時候 我會讓自己的這雙眼睛 在別人的身上變成放大鏡 一點點的錯 都變成了無法彌補的大錯 直到有一天 有人跟我說 你不要總拿眼睛看別人 留一只眼睛看你自己 難道你就沒有毛病嗎 這句話 似乎讓我一下子醒悟過來 是啊 難道我就沒有毛病 難道都是別人的錯 我 也就從那天開始 我看到了自己身上的許多缺點 自私 貪婪 膽小 還帶著固執 我在說別人有種種毛病的同時 我自己又何嘗沒有這些問題呢 為什麼我只會將眼睛投向別人 卻很少去看自己 所以到現在啊 我都一直在學習關照自己呢 蛤 師傅 你以前是這樣嗎 我還一直以為 師傅應該比我們更不會犯錯耶 嘿嘿嘿 師傅我 也是從一個平凡的人 一路走過來的呀 犯過的錯不會比你們少哦 哦 啊 對了 我記得我看過一則故事是這樣的哦 有個年輕人最心於武術 在家鄉已經拜師學藝了許多年 漸漸的 他覺得自己的師父能力有限 再也不能教他什麼了 於是呢 他回別故鄉 到深山中 拜訪一名赫赫有名的武術大師 希望能被他收為徒弟 在山林中走了幾天 年輕人 年輕人終於如願見到大師 他迫不及待地問大師說 大師 若我拜您為師 大概需要多久時間才能成為武林高手啊 大師頭也不抬地說 大概需要三十年吧 年輕人說 什麼 要這麼久啊 那 如果不但拜您為師 還隨時隨地跟在您的身邊 觀察您的一舉一動 大概需要多少時間呢 大師又說 五十年左右 年輕人不死心 年輕人不死心又說 哎喲 那這是太久了 那 若是我不眠不休地努力練習呢 這樣 什麼時候能成為武林高手啊 大師想了一想又說 應該要花一輩子的時間吧 哦 不 可能直到死去 你都無法成為武林高手 年輕人急了說 蛤 這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越是努力 需要的時間越長呢 大師淡淡地說 怎麼連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懂呢 你的兩隻眼睛都看著武林高手 要用哪隻眼睛來看自己呢 而要看見自己 就是成為武林高手的首要條件啊 要看見自己 站在鏡子前面就好啊 這樣就可以看見自己了 哎呀 不是那種看見自己 而是看見自己的內在 小蓮說的這個故事 跟日本劍手的故事很像哦 劍手 是比賽的那一種嗎 我好想聽啊 是啊師傅 那你就說這個故事 給我跟烏光聽嘛 好好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在日本歷史上 產生過兩位偉大的劍手 一位是公本武藏 另一位是柳生幼獸狼 而柳生幼獸狼 是公本武藏的徒弟 柳生幼獸狼 由於年少荒稀 不肯接受父親的教導 卻專心席劍 被父親逐出了家門 於是受了刺激的柳生 於是受了刺激的柳生 發誓要成為一名偉大的劍手 而獨自跑到一座荒山 去見當時最負盛名的公本武藏 要求拜師學藝 拜見了公本武藏後 柳生熱切地問 假如我努力地學習 需要多少年才能成為一流的劍手 五藏說 你的全部餘年 柳生更急切地說 我不能等那麼久 只要你肯教我 我願意下任何苦工去達成目的 甚至當你的仆人跟隨你 那需要多久的時間呢 公本武藏說 那麼也許需要十年 柳生更著急地說 哎呀 家父年事已高 我要在他生前就看見我成為一流的劍手 十年太久了 如果我加倍努力學習 虛時多久啊 五藏聽完 五藏聽完 緩緩地說 嗯 那也許要三十年 柳生急得快哭了出來 他說 那如果我不惜任何辛苦 日以继夜的練劍 需要多久時間呢 五藏說 哦 那可能要七十年吧 或者 你這輩子 你這輩子 再也沒有希望成為劍手了 此時 柳生心裡糾結著一個大儀團 便問道 這怎麼說呢 為什麼我越努力 成為第一流劍手的時間就越長呢 五藏平和地說 因為你的眼睛全都盯著第一流的劍手 哪里還有眼睛看你自己呢 第一流劍手的先決條件 就是永遠保留一只眼睛看自己呀 柳生聽了 嚇出一身冷汗 然後頓悟 依照師父所言而行 終於成為一代著名的劍客 所以 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見到如此 人生也是如此 這個柳生又瘦狼眼中的第一流劍手 對你而言代表什麼 是權威 是金錢 還是哪些目標或理想 而成為第一流劍手的先決條件 就是永遠保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一個人的成功在於時間 在於耐心 在於不斷地認識自我 發現自我 嗯 在現實生活中 我們很多人迷失了自己 為民所累 為力所趨 終於生活在城市的浮躁中 在事業上缺少十年磨一劍的耐心 總想著 用什麼手段一夜成名 一夜報復 一夜升遷 於是呢 在生活中 就有了包裝作秀 瞞天過海 耳魚我炸 勾心斗角 在生活的碰碰撞撞中 摩光了人生最優秀的一面 從而也就迷失了自我啊 這也的確 有些毛病似乎不傷大雅 事實上呢 正是這些不傷大雅的小毛病 讓我們給別人帶來傷害 我們沒辦法看到自己的缺點 我們只是看到別人身上的毛病 甚至於 只是一點小毛病 對我們來說 都可以無限的放大 哦 所以說 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看自己的缺點及優點 讓我們學會反省 學會寬容別人 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可以讓自己清醒地意識到 自己所存在的問題 並且 讓自己盡力往好的方向改正 讓自己的優點 能夠給他們帶來溫暖哦 在家人或者朋友生氣的時候 對他們說 凡是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你就會發現 其實許多的氣 是由我們自己引起的 不要將所有過錯 都歸罪於別人 只有時常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我們才能感受到他人 給予我們的溫暖 同時 也能夠更深切地感受到幸福 哦 原來這個 就是瞭著眼睛看自己啊 哼 現在我懂哦 知道懂了 就要懂得去做哦 不然一切都是白講哦 是啊 時時反觀自己 也要學會寬容哦 嘿嘿 好 好 哦 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